叶子 你不想出来也行 你就在里边听我说两句 其实 不管我们怎么说 最后要不要这个孩子 还是得你自己拿主意 可是你别忘了 还有一句老话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我这个人吧 老是往远处想 想那些过去的事 那些别人都觉得没用的事 可是有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事 它挺有意思的 我爷爷去世那年 我只有五六岁 不太懂事 爷爷躺在床上 我非要让爷爷陪我去抓蛆去了 爷爷说他老了 走不动了 我就问爷爷 人为什么会老 为什么会走不动 爷爷说 人老了是因为 那些年轻的日子 不知道丢到哪去 也许丢在 东奔西走的路上 也许丢在那一碗一碗的 老子面里 我就跟爷爷说 我帮你去找 我去帮你把他们找回来 我去坐车 我去坐火车 我去把他给你们找回来 爷爷看着我笑了 他说傻孩子 不用去找 说那些丢掉的日子 都在我爸 在我 在三庆 在大庆身上 借过回来 你怎么这么说 都在你老的时候 有人能陪你说说话 你这辈子是怎么过的 有人能让你知道 那些年轻的日子 都丢到哪儿去了 你这辈子是怎么过的 你这辈子是怎么过的 我還是那句話 生下這個孩子 把他撫養成人 不管這個世界上有多少苦難 別讓他覺得委屈 別讓他覺得孤單 我已經咬下了 我今天想要留這位 當地留在社會 一位都要去 我把他找到 好吧 我留下這個孩子 哎 你剛才啊說的真好 我說什麼 說你跟你爺爺的事啊 你小時候問你爺爺那些 那都是瞎編的 啊一百個小說裡 你剛才說的時候臉不紅心不跳的 我以為 說的跟真的似的你 你差點把我眼淚說出來 他是編的 怪不得啊咱爸說你是隻老虎 什麼老虎不老虎的 我就是周二慶 對你是周二慶 你還是我丈夫 哎行了 現在 葉子終於答應把孩子留下來了 真是太好 兩口子因為這種事鬧到別扭 正常沒什麼大不了的 哎沒意思啊 怎麼了 不高興了 沒有 我有什麼可不高興的 上車吧 那怎麼沒意思了 我能看得出來葉子還是不願意 不願意他現在也答應了 那不是被咱們逼的嗎 這 這怎麼能算逼呢 花旗身烏雞湯來了 我不是覺得了嗎 我要去喝酒嗎 我你去喝酒吧 我前面就 talvez你喝酒了吧 你來喝酒嗎 這湯怎麼是黑的呀 哎 烏雞啊 那也太黑了吧 是嗎我看 走開這 我嚐嚐啊 哎呀 味道好極了 哎你嚐嚐 你嚐嚐 你加上鏡子啊 哎這個周大雄 他剛好說這無機是 是工業來的 是 是外部無機呀 這 假貨 别帮了别帮了 我说你们煤厂改成砖厂算了 你们看看 宋的这叫煤吗 放炉子里根本就点不着 好不容易点着了吧 不掏半天功夫 断火了 拿着一看这煤都烧成砖头了都 你们看看 我说你们心也太黑了吧 碗里掺多少土啊这是 你们把煤拉走 宝贝 看看是不是砖头 是不是砖头 能不能砸死人 咱饭 三千 走吧 先回煤厂 这黑色 就疯了 都出品红了 我拿走快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大家听我说 听我说好不好 进去 进去 这个煤拉来就是个样子 我们一场也没办法 啥 没办法 这家就告诉我你 我告诉你 没门 该赔钱没钱 这家就退货 我告诉你 进去 大家不走了 出品了 你说你们 什么东西 你东西都哑 特别都没笑 这没情让你们等着 跟端腾一样 这家就在 退货 各位就在 退货 大家安静 我们煤厂开了这么多年了 他就没出过这样的事情 而且我们自己家里烧的 也是煤厂的煤 就没问题嘛 你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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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看你就不懂了 这蜂窝梅里要不掺土 它就不成形 这掺得那么多呀 各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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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来反应问题是好事情 我们也会向领导反应的 但是今天时间不早了 大家都回吧 来来来来 是算什么的 你是不是领导 我就是 我就是一普通商人 我不是领导 胡说 他就是领导 你是领导 不为量量再杀上那你 你打 吠 你们干什么 你们来跑 跑 快跑 快跑 你们来跑 你们来跑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当我做事有事说事 当我做事 当我做事 怎么着 谁在这儿当事我让不了他 你 咱快快没糊弄我们 怎么着还敢有礼了 还想打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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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白了你胡说出 对 对 我 我说大叔 打你 我说你 他是不是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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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领导 谁是 谁也领导 谁领导 你们来找领导是吧 对 对 我就是领导 你更早点 走 走 走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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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都关心说 李主任就是自作自受 你什么意思 不说了不说 就算这样走 小波 咱们煤炒的煤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 就算这样 你还是爱成英雄 可能我还是没变吧 找我吗 不找你 我找周三静同志 有事吗 当然有事了 什么事 告诉我 走吧 怎么样了 你现在煤厂里头灯板车拉煤 快成劳动改造了吧 是劳动 可不是改造 我是自由的 这劳动改造 它有个刑满释放的时候 可你在煤厂里灯板车拉煤 那可是无期徒刑 那要按你这么说 每个人都是无期徒刑的 你也是 只不过我是在煤厂 你是在古建所 我可不是 我现在天天复习功课 准备考研究生呢 等我考上了研究生 我就能从古建所里 刑满释放 那你只不过是换个地方 继续改造 行期也是三年 你还真打算在工厂里头 就这么一直干下去啊 我给你找个机会 让你提前释放 什么机会 你看啊 你呢是大专文凭 这灯板车拉煤 那是大才小用 电线杆怎么能当筷子使呢 筷子多好啊 每个盘子里的菜 我都可以先尝尝 周三庆同志 我没给你看玩笑 你严肃点啊 好 我认真点 严肃点 你说吧 你看 我爸不是在古建所当所长吗 可以帮你吊飞过去 古建所 那可不是我带的地方 人各有所长 你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的 再说了 我跟我爸都说好了 他特别愿意帮助你 你说 你跟小波哥哥在煤厂里头 别扭啊 真的没这个必要 我跟小波挺好 再说 我是在里面老敢过的 去你爸呢 也是给你爸添麻 你再考好考虑考虑再告诉我行吗 我考虑 那你再认真考虑考虑 我就是认真考虑 只不过我考虑的速度 就别人快 我觉得 你是不是可怜我 我才不是可怜你呢 一个不会后悔的人 是不需要被人可怜的 我就是希望能过得快乐一点 我老是想起十年前的你 那时候多好啊 你每天都是在笑的 我很快乐啊 自由自在就是一种快乐 上厕所不用报告 吃饭不用点名 睡觉前不用吹哨 我真的很快乐 行 我知道了 你这人就是死脑筋 你就是块石头 你再好好想想 你要是愿意你随时告诉我啊 好吧 我好好想想 这才对啊 好了 现在该是我们分道扬镳 搁搬东西的时候了 咱俩可不能分道扬镳 为什么 我 我得好好监督你劳动改造啊 好吧 啊 三进哥 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礼物 给 这是什么呀 哎 你现在不能拆 这得等你回家以后 再好好品尝 好 那我就先走了 再见 再见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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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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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送你 这什么朋友 臭豆腐还送人 就是啊 对了 人家说了 北京这臭豆腐 你闻着它臭 吃着香 来来来来 一会儿一块馒头 哎呦 你把我怎么弄起来 哎呦 你把我弄起来 来我吃吃 来我吃吃 还吃是不是吃了 谁吃 三进你尝不尝尝 我尝尝 哎 他热不热不吃饭了这 哎呦 我也加一个好 你什么朋友 送臭豆腐 居心叵测 哎呦 来来来 算了算了 我来它一块 吃啊 好 加进去 你少来点 灵灵 哎呦 还真香啊 这北京人他真会吃啊 看来你这朋友是让你加深印象了 嗯 啊 目的达到了 哎 月子 你回来了 我买了一些太久红领的书 晚上咱俩好好学习学习 啊 今天 我也不做饭了 咱们出去吃 好不好 我回来的时候 看见附近开了一个新的专材馆 这是什么东西 钥匙 干什么用的钥匙 你从哪儿找到的 你真的不知道 我当然不知道了 白春华 咱们两个别耍小孩子把戏了 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钥匙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为什么敢做不敢当 这是你偷偷配的我房间的钥匙 你别一神一鬼的好不好 你那天晚上就是用这把钥匙进到我的房间 你还说是我没锁好门 你凭什么打扰我的生活 你凭什么侵犯我生活呀 我跟你说我真的不知道 你还说你不知道 烦小鬼虚伪透顶 没错 这小时是我配的 李小燕 这是我家 咱俩是一家人 我是你的丈夫 你是我的老婆 我作为你的丈夫 我去一下你的房间怎么了 好 你承认就好 别弄得好像我冤枉你似的 好像我没事找事 你就是没事找事 我问你 你凭什么像房子一样防着你自己的丈夫 凭什么 这是咱俩说好的呀 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这是你答应过的呀 我答应你的 我答应还不是因为你逼我 我才答应你 你因为我高兴啊 我逼你 是你逼我吧 我怎么逼你了 我什么时候逼过你啊 我今天这个样子不是你逼的吗 我看你就是想把我逼疯好去找别人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生有 你你无所行为 你狗急跳下 你无所行为 你 学狗碰人 你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 你还大学老师呢 你意外求助的样子 你还为人师表呢 我这个样子 我这个样子就是你逼的 不是你逼的我都是这样子吗 你的样子好 你的样子好看 你全世界就是你长得漂亮 我可从来没说过我漂亮 不不不不不你漂亮 你太漂亮了 你比林黛玉还漂亮 你比薛宝斋还贤惠 你比王熙凤还聪明 你无聊不无聊啊 你拿我跟他们比啊 我拿你和他们比你还不高兴啊 我这是抬举你呢 你还觉得委屈你了 你不就是中文系老师吗 你不就是研究了几年红楼梦吗 你能不能说点别的 你说点别的好不好 说别的我不会 没错 我就是中文系的老师 我就是研究红楼梦 研究红楼梦是我的工作 我比你强 你天天在那屋里头 黑灯瞎火的偷偷摸摸的研究那些无聊的爱情小说 什么红啊 白呀 玫瑰呀 水仙呀 蚊子血呀 是朱砂痣啊 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无聊透顶 用俗透顶 对 你研究的东西高雅 你研究的东西不用俗 不无聊 行了吧 我研究的东西就是高雅 我研究的东西就是不用俗 张艾琳能跟草雪晴比吗 比得了吗 红白玫瑰能跟红楼吗比啊 比得了吗 行行行 你什么都好 你什么都对 有本事你别找我这个庸俗的人呢 你去找那个薛宝钗 领带你过日子去啊 你以为我们敢去啊 行 你去 你现在就去 走 走 穿上西装 打上领带 走啊 走啊 李小丽 你太欺负人了 你就是想把我从这个家里赶出去是不是 啊 我告诉你 我没这个本事 你有这个本事 你太有这个本事了 你嫌弃我 你从几年前就开始嫌弃我 我问你 你为什么怀了孩子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偷偷摸摸地想把孩子打掉 为什么 我早就说过 我不希望孩子生活在一个不快乐的家庭里 这个假设咱们两个人的 不快乐难道是因为我吗 那还是因为我呀 就是因为你 你想让我怎么做才能让你高兴 我觉得我已经做的可以了 但是你还是不高兴 那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高兴 怎么做你教我 我不知道 你随便 李小叶 你为什么不能跟我好好的过日子 你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孩子打掉 你是人吗你 你说你不快乐 我问你这个世界上谁快乐 你认为谁过的快乐 我快乐吗 李小叶 我早就不想活下去了你知道吗 白中华 你终于说实话了呀 对 李小叶 我今天跟你说实话 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下去了 那我们还要这个孩子干什么呀 有本事 有本事你现在就去医院把孩子做掉 去 你去 你不是跟周二熹早就商量好了吗 你们俩偷偷跟我商量好 要把我们的孩子做掉 去啊 去就去 去 白中华 这该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是我说的滚滚滚 滚 滚什么台队 什么教育孩子滚滚 滚滚 爱就坏了 滚 我说的 叶子 叶子 你干啰 你干啰 叶子 叶子 起床了 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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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啰 来上班了没有 你来了 他 跟科长请了个假又走了 他跟你说什么了没有 你说什么就说请假 就 你怎么了 什么吵架了 没有 而且 如果叶子回来了 麻烦你告诉他 你让他赶紧回家 他很有可能是去他爸那去了 你真的想好了 我想好了 我不要这个孩子 你和你爱人商量了吗 你跟他商量了 他也同意了 嗯 他同意了 那好吧 你去做个检查 一会儿我给你安排手术 谢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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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啊 二兄 吃飯了怎麼還幹呀吃飯了 沒有問題咋好 別幹了哎呦這桌子這怎麼亂呢 你收拾一下 你看看可以買的黃燜雞 喂葉子 這葉子他 我打不動了 嗯葉子沒在 他今天來了一趟就走了 走了 對好像心情不太好估計又跟小白吵架 小白也真是的 葉子都有孩子還吵什麼架 兩口哪有不吵架的 你不是也經常跟我吵架嗎 胡說 我什麼時候跟你吵架了 哪次不是你先棄我 要不然我能跟你吵架 強辭奪理 快快快 這黃燜雞 這雞我突然想起來了 怎麼了 前兩天我們不是給葉子家送去一隻烏雞嗎 咱倆一塊去的呀 大慶賞給的 嗯 假的 什麼 假烏雞 胡說八道 這雞怎麼可能是假的呢 小白吃了一嘴磨是真的呀 刷了好幾天牙都沒刷乾淨 真的 都是長學的 可大慶跟咱們信誓旦旦旦說 這從國外空運過來的 大慶那嘴裡 什麼不敢說啊 竟欺負咱們 沒吃過外國雞 不知道是外國雞味是什麼樣 人家行啊 現在腰蓋硬有錢 我怎麼從你的話裡聽出了 眼紅的這個意思 討厭 咱們現在真得好好想想 怎麼才能多賺點錢 這事是好好想能想出來的嗎 它得有路子 誰都知道要賺錢 你吃來了 正好一塊吃吧 對呀 一起吃吧 我不吃了 反正的 不舒服啊 臉色特別難看 我沒有 這個小白 小白也真是的啊 有了孩子還吵什麼架呀 我去醫院了 我把孩子帶了 我裝了 裝了 擔心 我把你當了 我你生不管你 這是 enterprise 你自己會 这时候怪我 怪我一点都不怪你 怪我昨天不应该助你发火 不应该助你生气 不应该助你大日大药 孩子没了就没了 小白你要是怪我的话 咱俩就离婚吧 我不离 真的真的 你怪我吗 我不怪你叶总 我不适合你 我真的不怪你 听我说我不怪你 我一点都不怪你 听我说 你怪我吗 是我皮肌不好 怪我不好 怪我不应该偷偷摸摸 配把钥匙进你的房间 拼你跟二姐打电话 怪我都怪我不怪 那好吧 那咱俩就先操合着过 等有天就都滚不下去了再 我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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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和你离婚 我不理我不理 你也不要离开我 我不理 不管好还是坏 我都愿意跟你在一起 我们来过一辈子 过一辈子过一辈子 我要和你过一辈子 我还可以过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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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清 哎我琢磨呀 咱们真的应该去看看小白的面子 哎你说他们俩要是 要是打起来怎么办啊 别去了 不是这 不是人家 他们打也好闹也好 这都是他们自己的事 咱们去 不是添乱吗 这怎么能叫添乱呢 哎咱们俩要是不知道这事也就算了 现在咱们知道了呀 这孩子 说打就打了多大的事啊 哎你看叶子晶晶白天的脸色 他心里啊肯定也不舒服 小白要是知道这事 没准会怎么样呢 你去劝劝他吧好吗 你上次劝得多好啊 能不能说 你又会说 上次啊你编那故事 我觉得特别真 我当时听的时候啊 心里都酸酸的 眼泪差点没出来 是吗 是吗真的 可是这会儿这么晚了 要不咱们俩给他打个电话 行 打个电话行 稍等 行 说什么呀 什么说什么呀 劝劝他们嘛 让他们别再闹别扭了 孩子以后可以再要快点 这不是废话吗 废话也得说呀 不行的话你就 哎呀 编个故事也行 那也是都是假话 真话假话都行 叶子他们真把孩子打了 不管真话好话 劝劝他们 嗯 他们又想洗脑 李佳 Rod 一早转 或者这个 他还把他们拿着 打了 我们下班 还有就是 有个比赖力 是你 也找小白 小白 二千你找咱俩 知道了 二千 叶子小白 你们俩还好吧 挺好的 挺好的 还好就好 本来啊 我跟玉芝是想去 去看看你们俩子 但是现在天也晚了 想着有电话也方便 打个电话就得了 谢谢 二千 你有事就直说吧 我们两个挺好的 你跟玉芝放心吧 叶子小白 你们别再闹了 这个两口子啊 打打闹闹是正常的 你就说我吧 我跟玉芝 我们俩也经常吵架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可是我们俩有一点好 床头吵架 床里就好了 该睡觉睡觉 该吃饭吃饭 日子还得过不是 对呀 哪有两口子不吵架的呢 那个小白还有叶子 既然事情现在已经这样了呢 那谁都别怨谁 是吧 这个孩子还可以再要 不过也得抓紧啊 叶子现在这年龄也不小了 这现在不要 这以后也 也不行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俩别再 别再闹了 别再闹别扭 然后抓紧时间要孩子 我说完了 说点深刻的 说点深刻的 深刻的 什么 你上次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人生啊 前途啊什么的 未来 小白叶子 你们都在吧 我再啰嗦两句啊 这个人生啊 过世几十年的事 一晃就过去了 你看我们一天一天的 就上班下班 吃饭睡觉 一天一天就过去了 当我们回头的时候 看到一串串的脚印 那脚印里 是酸是甜是苦是辣 它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过去鸡毛蒜皮的事 现在 可能就变成了 美好的回忆 过去流过泪的 现在想想 可能都会笑出来 不管日子有多难 人活着还是挺有意思的 如果没有那些酸甜苦辣 没有那些烦心事 那日子就变得平淡了 可能就没意思了 我们得往前看 人生就这么几十年 笑着也是过一辈子 既然是这样 我们干嘛不笑着过一辈子呢 你说是吧 谢谢二亲 不用谢 你别客气 我先挂了 那就是听进去了 你说的真好 好吗 嗯 好倒是好 可谁能做到呢 可谁能做到呢 二亲啊 能把这话说出来就不容易 至于能做到做不到 那就看个人本事了 嗯 说得好啊 说得好啊 笑是一辈子 哭也是一辈子 干嘛不笑呢 二亲啊 二亲啊 你别整天老大了的脸 你也笑一个呀 我看 老大了个脸 本来脸长得就长 然后每天 我在笑啊 我没有什么高兴的事 那你也要笑 你笑了别人开心 对大家都 对不对不对 你这是皮笑肉不笑 太假了 这哪是笑 比哭都难看 高兴 我笑一个给你看看 跟我学 像我这样笑 你还要笑 你购者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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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 你看看怎麼樣 葉子 葉子 這把鑰匙交給你處理 你自己看著辦吧 我先去拿去 我們老李姐的事 你們老周遇人掺和人啊 葉子跟小白過日子 二清在里邊掺和嘀嘀咕咕 不 這邊那邊的 弄的葉子現在把孩子給打了 我說你別亂咬人好不好 二清勸葉子那都是好心 你懂不懂 老李 二清這孩子 咱們從小看著長大的 心訊好 那為了幫人 能把自己的肉割下來 你別冤枉了孩子啊 你說的輕巧 你們都是孫滿堂了 那我的葉子現在把孩子打了 這麼大的事我連知道不知道 我告訴你 他二清就是今天夜裡回來 我也得等他 你等不著 二清根本就沒勸葉子打孩子 那是他們小兩口過日子 吵架自己決定的 跟二清沒關系 行了 我說老周老李啊 咱們都這個歲數的人了 是吧 要我說呀 孩子的事 叫他們自己去辦 我告訴你 他二清啊 就是因為多少年前我把他跟葉子搅黄了這事 他心裡記憾著我呢 他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他現在在他們兩口之間瞎掺和 怎麼一會兒不告訴小白吧 一會兒告訴小白吧 那我現在 他現在是報復我 二清不是那種秋後算賬的人 他不像大清 那大清做事翻臉不認人 咱這說二清的事 你把大清又扯下來幹什麼呀 我這不是打個比方嗎 對吧 那個 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二清真的是冤枉的 哈哈